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朝第二任皇帝刚比西斯二世身上 刚比西斯二世是一个很厉害的国王 就如我国汉武帝 朱棣等名皇帝一般 开创了波斯帝国的盛世 刚比西斯的父亲居鲁士大帝 是台国皇帝 刚比西斯二世没当国王前就受到父亲的器重 因此被封为巴比伦之王 公元前五百三十年 居鲁士大帝在战争中死亡 于是刚比西斯就即位当了国王 刚比西斯当国王后 展现出过人的能力 他击败埃及法老普萨美齐克三世 并征服了埃及 臣服了一些小国 为波斯帝国妥占了本土 公元五百二十二年 刚比西斯二世又率兵征战 胜利后班师回国 但却意外地暂入死去 二关于刚比西斯二世死亡 由于历史久远 众说纷纭 既有人说 刚比西斯用刀不小心伤到自己的大腿 然后没能及时治疗 后来溃烂而死 还有人说是他的弟弟巴尔迪亚派人杀死他 甚至最流行的说法 是刚比西斯二世的手下大刘士 很巧妙地杀死他 然后大刘士又杀 维波斯当了国王 刚比西斯二世死后 随即就有人称是 刚比斯二世的弟弟巴尔迪亚 对于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弟弟 波斯人疑问 因为刚比西斯二世的确有一个弟弟 随即这个叫巴尔迪亚的人 即位了 但也有人怀疑这个叫巴尔迪亚的人是假冒的 因为巴尔迪亚早就被刚比西斯二世杀死了 怎么会活过来了呢 也有人认为巴尔迪亚逃脱了 刚比斯二世的魔掌跑了 而巴尔迪亚始终这样认为 对于巴尔迪亚是不是刚比西斯二世弟弟 刚比西斯二世的一位妃子找到了真相 古波斯帝国也与我国北方部落一样 即位的皇帝继承父亲合格给一切财产 其中包括刚比西斯二世的妃子们 但资料记载 巴尔迪亚只继承了两位王妃 三巴尔迪亚当了八个月皇帝 有一次与王妃行周光之礼时 被细心的王妃发现了秘密 王妃发现巴尔迪亚虽然长相与刚比西斯二世很像 但巴尔迪亚缺少王氏家族中尔德独有的特征 于是王妃就悄悄告诉了她的父亲 然后王妃的父亲又告诉了刚比西斯大流氏 于是大流氏率兵乘机攻入王宫 杀了这个假冒国王 自己当了国王 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大流氏仪式 关于这个冒充巴尔迪亚的假国王 历史上记载也不一致 但很多人倾向于是假冒 据资料记载 刚比西斯二世一直想杀掉弟弟 但又不忍心下手 此时一个与巴尔迪亚 有仇人告诉刚比西斯二世 尽管杀死巴尔迪亚 他倒是可以冒充巴尔迪亚 于是刚比西斯二世 把真的巴尔迪亚杀死 但由于很少有大臣见过巴尔迪亚本人 所以帝国大臣对于与巴尔迪亚不熟悉 但被王妃发现了 可怜的这个假国王 只当了八个月皇帝就被发现而丢腻 欢迎各位看官批评指正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您的 nostra镇 并将会认为一条语 还不吝点赞 讹讯来 转发 转发 刘迷亚